總統國慶的時候說 願意跟北京尋找維持和平穩定方法 柯文哲一聽大罵 這是在野黨造就在做的事 對於總統要嚴查假消息 柯文哲更是怒暢 哪一黨最愛放假消息 全國心裡有數 柯文哲辦雙城論壇 民進黨狂抹紅 如今總統宣示 要和對岸尋求台海和平方法 柯文哲說這簡直像廢話 我在想說奇怪 這不是我平常在做的事嗎 可是我做就變成什麼 說檳榔 芭樂 只要他們做的都可以 我們做都不行 所以才有那個綠能力不能 總統還說未來要更全面打擊假訊息 但常被綠營網軍盯得滿頭包的柯文哲 嗆總統這句 不過目前在台灣假訊息 做最多的是誰 大家也心裡有數 當然台灣面對外界的攻擊 但是我發現你們攻擊 國內的政敵也沒有比較少 柯文哲酸綠營抗中保台喊假的 只是為了保住吃香喝辣的權利 聽到總統狂喊要深化民主 根本聽不下去 他們就把這個吃香喝辣的特權 用民主自由的糖衣包裝起來 其實拜託我們在幹什麼 我們又不是不曉得 抗中保台不只柯文哲質疑 名嘴更點名台海若發生戰爭 恐怕是他跑第一 這個政府有一個特訊 他打嘴炮 抗中不保台 中共打來了 李建昌第一個落跑 很簡單 你看全世界的攤 有戰爭的國家 先落跑誰落跑 貪官污吏先跑 我們不會跑 跑不掉 我們跑不掉 對不對 你不要看林秉書那麼年輕 要跑得比我們快 所以他貪到錢了 化解兩岸僵局 總統說得好聽 但是不是真心要做 各界充滿質疑 記者黃明君 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